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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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肖声法庭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就由我许刘山 做我们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还有《正香波》 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點回來欣賞節目 今集回來要講一下黎智英欺詐科技原罪的案件終於聚成 判囚5年零9個月 有陣子他蹲了 厲害 5年零9個月 也很漫長 但沒辦法 因為你涉案違法的年期太長了 法官方面也露斥他 違反租約 橫跨了足足有17年 小孩哗哗落地 都快要拿成人身份證了 這麼久的欺詐可以判重他 我立即幫他計算一計算 他現在74歲了 因為我立即看到判刑的年紀之後 5年零9個月 合不合時間可以在家庭放80大手 難得的機會 差一點 不好意思 差一點 因為沒辦法 他現在74歲 他就5年零9個月 因為他有假期的扣減 差一點 不是 有機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件案只是他其中一個案件 還有其他案件正在審判的 對 沒錯 台昂說的是他涉及到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那些 厲害了 那些我想都走不掉了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前高層 養了他們那麼久 全部呢 現在有幾個都說要造反 究竟這個同酬困境的底下 會不會另外都會 哎呀 他判 我不判 到時候我不是很吃虧 哎呀 再想一下 黎老闆也一把年多了 都那頭近的了 我還有大把世界 我不判他呀 有什麼意要陪他一起蹲 那不行的 是不是 考慮過這一點 當然是盡快脫身好過了 還跟肥老闆一起蹲嗎 跟他有陣嗎 是不是 現在都只剩下外國的媒體 又會不斷吹噓他這些是冤枉呀 又說什麼政治檢控呀 還是怎樣 喂 大哥 17年啊 這件事長到 還政治檢控 你都瘋了 這件事絕對不是政治檢控的 我認為 因為這件事是涉及其他 是完全是跟國家安全無關的 這個明顯就是他的措手問題 你是違反租務條例嘛 這件事是 跟他那些什麼國安法呀 煽動叛亂呀 那些跨勒是完全無關的 跟那些什麼民主自由那些是完全無關的 那何解呢 因為都列明了你那個土地用途 只是限於你出版印刷報紙雜誌等等 而你們這些舊什麼東西力高公司呢 真是相當之大膽 主要是幫肥佬和他的兒子 即是搞秘書服務呀 頭寶呀 或者呢 幫他家裡管理他家裡租的那個 家道里道的住所呢 那個大宅那裡 那裡是租的而已 還有管理他的那些游艇呀 三艘游艇呀等等啦 還有擺些什麼名畫呀 我想問一下那三艘游艇呢 關爭取民主自由什麼事呢 沒有的 他就有這樣的自由可以玩游艇 其他人就沒有 跟更加和什麼民主自由完全無關的 他的自由度比普通人多很多啦 是不是呢 你叫一個在街周圍走的一個老伯或者一個老婆 那你叫他可不可以有這樣的自由 去隨時隨地去拿隻游艇玩呀 沒可能的嘛 但他不同呀 這位老伯就厲害呀 是不是呀 即是黎智英說 我不坐游艇 我哪有心情幫你爭取民主自由 哪有心情經營蘋果日報呀 蛤 他可以這樣說的 所以這傢伙簡直無法無天 那我們再說回 這個叫做篤灰呀 剛才在台詢提到 為何要涉及到港區國安法那些 要蹲的機會是極高 即是他在裡面擺大手就可以準備好了 已經可以幫他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宗 都是重點來說 就是有人做篤灰就是周達權 就是之前幫他在公司做管訴之類的 他轉做污點證人去篤的時候 我看到法官都說了一些說話都挺貼備的 是的 這是今天說 即是說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是 英文叫做 你ах Duck啦 阿 ilan 也不可以说怪他什麼 他是如何 即就是他也是 受老闆份量 才要做这些工作 老板叫下属做什么 下属基本上都没什么说话 而且政质上 他的工作又不算做什么 违法犯法的刑事罪行 老板下命令你和我搅搅席航艇 老板叫你在那个办公室里 做一些工作 帮这间公司做一些事 老板要你把钱去帮他找一些数 这些完全是上司和给下属的工作 作为下属就只能够服从上司的命令 每个月斗那份干粮斗了17年 最后现在就转做污点证人 把老板搞出来了 这里要说回周达权 他本来是都要被起诉的 就是说我不知道啊 还是怎样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不过他就可以说叫符合到 豁免起诉的两个条件 那些条件涉及到的内容就相当长了 那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也都提醒了 就是有关于这件案 可能肥佬日后会上诉啊 还是怎样怎样的 也都明白了 周达权承受很大的压力啊等等 也都赞他 说他转做污点证人呢 是明知的 哇 厉害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是俊杰来的 算是你会时务吧 对啊 没错啊 那我们说回他这件事的欺诈内容是怎样的 不过先说一些花末 哪些旁听事啊 他是有心还是玩意的 他大喊 生日快乐啊 黎生 哇 这傢伙 怎么快乐啊 都是玩意的啊 英俊 你进来陪我慶祝咯 好不好 啊 OK 哈哈哈哈 这个蓬佩斯是拿劲的 拿劲啊 就是我们叫身体健康这些都OK 都叫做好些 那见了陈广池法官就扮他了 那说黎智英呢 就没有什么求情啊 铁铮铮的硬汉子 好啊 还有这些求情信呢 都是欠奉的 就是说又没有 信又没有 你说不出口呢 你写都OK 都没有啊 就说他呢 一事悔意都没有啊 简直啊 不过这些就不是说叫做 家营的因素来的 就是家营的重点呢 就是因为牵涉的时间呢 就叫做太长了 那说他呢 完全都是没有悔究的啊 所以呢 就基本上呢 就没有扣减刑期的基础了 嗯 那也都说呢 这个力高 对于黎智英来说呢 是有私人利益的 直接露斥他 说他呢 在传媒保护傘底下呢 来到行事的 令到科技员呢 就不敢说叫他 叫他大力去巡查他 因为免得影响他们的新闻工作者啊 写水利啊 做事啊 写水利啊 写水利啊 哎呀我们第四拳 你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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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贱格的 他呢 为什么科技员呢 没有意识到 他们力高那里呢 不是有其他不同的公司 塞了进去的 那就是那些什么水牌那些呢 古古惑惑的 我猜很大机会呢 他就知道 科技员那些 就是他们本来 会半年左右 就来检查一次的 差不多时间左右 就将那些水牌的东西 拔掉水牌 拔掉了 是吧 啊 真是很厉害 没有 没有这间公司在那里 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走啊走啊走啊 要给力高 或者给黎老板 那些什么游艇 Catalog 那些什么私人飞机 Catalog 那些什么私人飞机 拿来啊拿来啊 真是给我 喂 真是这么狡猾贱格 也有的 这些呢 完全是显得这个贪心 还有啊 就是他本来有机会更大事 那么法官都说 他利用传媒做保护傘之余 涉事的事件被揭发的时候 有十几间公司 就在这个涉案的地址 就搬了出来 就是很快的 民风意图 哇 蛮蚂蚂搬价 就是好像 搬公司 搬屋搬厂搬舍自粮 一下就搬了 比人家更快搬屋 它像别人的那些 那些冰箱 或者那些冰箱底 一推开的冰箱 一堆蚂蚂蚂都搬出来 哈哈哈哈 知道吗 走啦走啦走啦 拍声的时候 走啦 不要说不要拍我 哎呀 闪了 然后这些蚂蚂 又找些蚂蚂 公司就走光了 走光了 不见了 闪了 所以都说了 估计呢 他们都是无牌 占用了这个公司的地方 就是呢 原来这个力高里面 騎劫了这么多 这些古灵精怪的 全部搬下去用的 喂 你有没有搞错 就是连这些钱呢 都要去省 哎呀 这么少 又不是真的这么多钱 但是它是贪方便 我觉得是贪方便 所有几十家公司 都搬在一起 是吧 你别人的那份租药 租药都不是 给你这样做的 你就特意这样做 是这样做不得 还要很长时间这样做 所以这次呢 就吃硬它了 而且是吃得好硬 咬都没得咬 是啊 所以周达权应记一共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次周达权 独灰 因为他要说回 力高里面实际的运作 究竟是怎样 就是例如那些什么 私人的那些什么画 摆了些什么在那里 就是有很多奇怪状的那些 哇 就是那个官都忍不住 咦 这个苹果 就是一传媒 这么沽寒的那些 就是例如会有这些说话 有些是你匪夷所思的 因为呢 又周达权 它涉及到在里面 数目那方面 还有管理 还有运作那方面 实际有些什么人 会出出入入 还是怎样的 你会知道呢 你会知道呢 你会说出来呢 是 自然整件事呢 就十拿九稳很多的 所以呢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肥佬呢 就是还要站硬呢 我都觉得都挺 挺夸张的 没有悔意 只能不够表明他 这样都要站硬的 证据确作的 有你的下属都指证你 做了污点证人 还可以怎样去解释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得出一个这样的刑期 真是够由自取了 又会说些什么Mark Simon在里面 就是那些角色 关系那些 其实表面上 可能看到就是 有什么上市公司 有什么财务兼 营运总监 就是周达权 听过的身份就好像很厉害那些 那说一说 其实里面做的都是蛤流流 就是古灵精怪 你又遞一些支票给我 我又遞一些给你 就是怎样收人工 就是里面是否真的有做一些 是非本来批给他们 或者他们应该要做的业务 那些全部都说出来 另外 除了肥佬以外 他们这一家的前行政总监 王伟琴 他都要入育21个月 再说一下 肥佬他另外罚款200万 其实很少 有些人说为何罚那么少 因为这个力高 应该看的数是超过500万以上都还可以 要说回这一段 如果现在说叫他罚钱 如果三个月之内都交不到罚款 就加监一年 另外也取消了肥佬担任董事资格 八年之内 都不能够担任一些公司的管理层 我想他出来的时候都不会再搞什么公司 还有八年之内能不能够出来 都好像有点难度 应该有点难度 而且就算他出来 他年纪都大 还搞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我觉得会是这样 以他的能力 我想当他受了刑期之后 他飞去其他国家也不一定 可能去加拿大 那时候他妈妈都好像很早一步 去了加拿大 现在不知道在哪 这个就是一件事 那唐映你觉得他会不会很强硬不给罚款呢 我觉得他应该会给的 因为这件事是跟他另外的案件没有关系的 能够减低一年就只有一年 也可能 我相信他更加会做的就是提出上诉 提出上诉的话 这个罚款就不用给了 可以先退下 我都想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搞上诉 因为这个人都相当疯了 尤其是他那些粉丝 都还有这么一刻在 看到很多人 很厉害 相当多旁听师来看着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官也有说 你等同于偷钱 就偷了十年 厉害 不过他也有同意大量的案情 也叫做折省了 法庭的时间 都已经着情 给了三个月的减刑 所以才是五年零九个月 本来会不会再多些呢 如果不就六年 着情减了 如果他会提出上诉的话 你猜他会用什么理由呢 我自己的估计就是 他应该会对判刑不瞞 从而提出上诉 我觉得他会从这个方向 因为他既然有些位置 其实都已经认了 认了如果再上诉的话 其实很搞笑 对吧 但是判刑这方面 再加上以他的年纪 我想这方面也有些机会可以打 其他那些 你说要再完全上诉 打这件案 看怕就很难了 可以的 就着刑期 有没有可以再拗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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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要大力点去吵吵吵 或者去作出上诉 那行不行呢 刚才提到 例如事件曝光之后 有些公司迁出了大楼 推论他们应该是无牌占用大楼 这也是法官你的推论 有没有真凡实据 有没有人装并获 有没有打蟑螂 比起单一次来说是严重 你说有没有搞错 其实他们做更多 什么人在江湖湿不游击 不行 不可以这样的 他们都不知多开心 还赞成我这样做 还说黎生好异 那行不行 可以这样吹的 看看怎样吹 其实刚才凭着两点都可以叫上诉 可不可以拼减9个月也好 比较齐头五年算了 不要有5年9个月 有没有咬呢 我们迟些就叫自有分晓 看到刑期真的挺厉害的 对一位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 你真的坐到80岁吗 还有其他一些案 会分期还是同期执行 这个还有代商确 应该就是分期的 因为两宗案 这个是稀罩 性质很不一样 国安法 国安法性质不一样的话 就不能这样去 有部份同期 不可以的 应该是预计分期的 我最怕他不是坐到大不大手 我怕他坐到大不大手 我怕他坐到大不大手 那就带大家来试 有些人就说 不要让他出来 有机会的 有这样的机会的 监狱坐到这样的 就是看他的健康状况 我想是OK的 OK的 因为监狱里面比较健康 又不会吃这么多鲍鱼 又不会硬胃 那倒是 有专人服侍他们所有的 其实有专人服侍所有囚友的饮食 对吧 又早睡早起精神好 又有宵夜又有荒包 又有人帮你剪头发 又不用烦 又打篮球 又有一些小鲍鱼 让你贴一下信封 怎么多开心 是不是 是呀 不妨你住久一点 这么大年纪 工作量应该都很少很少的 都有些优待的 对那些老人家 我最怕是那些人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 应该不会的 监狱的浴警 他们管理的囚犯应该都很有心得 你说要他们出现一些 拖这个拖那个 机会应该不错 希望没有了 如果有什么事 王伟强就住单人仓了 毕竟我们暂时 先说到这个位置 好吗 记住 其他前高层就参考周达权 他不是杀呕呕 有人追击他吗 没事 这么多好 出来了 现在挺开心的 有时候知道自己的上司犯法 就照直说 是不是 有什么事就全怒他 是逼我的 我不想 人在江湖身碑有几 都说了 到时你用陈广治法官这句话就可以了 什么沙胆红 不用想这么多 你怎么担心 还有有人骂周达权吗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老实说 他比我错好 如果我是周达权 我一定会这样想 对不对 他比我错好 这个老板 虽然梁就出足 但他经常要我做狗 当初他怎么对你 他其实也对你不太好 对不对 想着想着 他越来越热越热越热 就一如刺爆他 你常常说出我骂人 对不对 良知 这些就叫做 出良的良知出的知 给了良知你了 做事 好 终于时辰到了 恭喜 拜拜 拜拜 拜拜